5个W一次的贵妇SPA 一散来居然要我做包曼博士的皮肤测试 至于提我突然起码价值2个W 女明星选护品前都用这个来测负框 新手一分钟做完 除了省钱还可以测出你是紧致皮还是皱纹皮 我零年后小组理了 测完之后居然是个皱纹剂 这一些护品都不适合 另外89年的同事呢 测完竟然是紧致皮 这些也是浪费钱 Let me go 咱们先洗干净点 威悠悠 麻雀吃了蟋蟀确实帅啊 什么都不途 等30分钟到一个小时 然后开始感受和观察 1.你脸上有作文吗 我是A 2.你的父母面不显年轻吗 我妈是A然后我爸是B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跟童年相比的话显年轻吗 我的答案呢就是 CCCA 4.你是否在1年里面呢 有超过两周不图防晒直接出门晒 那我是A 5.你是不是连续几年不图防晒 或者户外运动样制晒黑了 我呢就是B 1到5年都晒黑过 但是我可以样制白头来 6.你居住的地方日晒严重吗 我呢广州中度B 7.你觉得看起来指向几岁 我呢肯定是A 8.是否尝试过美黑 A.我没有当美装布置之前呢 是有试过的 B.1到5次 9.所在地区污染情况 那我肯定是B.中度 10.你是否抽过烟 我呢就是重步 11.吃水果蔬菜的频率 肯定是A啦 因为我每天都在喝鱼干啦 还有吃沙拉 12.水果蔬菜在饮食中的一个占比 A 13.是否经常用阿达帕琳娜为A双这些成分的产品 偶尔用 14.你的自然肤色是 我自己觉得是正常 15.你的种族 B 现在揭晓答案 如果你的总分数呢是在20到40分 那你就是跟我一样 属于紧致性皮肤 如果在41到85呢属于皱纹性皮肤 如果呢是皱纹性皮肤 不管现在几岁了都要注意反晒 反省孔老化 少做那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啊 这些成分的产品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用起来 快喊你的家人朋友闺蜜一起来测